如何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落实在生活处置爱人觉悟 这样我们念佛对这句名号才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不但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 希望如果我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多多批评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互相学习 经过学习 我们能够天天能够增长 过去很多人时常问一些问题 比方说有人问师傅我们 最大的目标念这句阿弥陀佛是什么 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白念了 念了几十年 不是一样 有没有改善 有没有进步 你看我们大家都认识了十几年 我们有没有天天的进步 这个大家很清楚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怎么解答 当然了我们念佛最大的方向目标 就是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 每个人就是有这种的愿望 亲近阿弥陀佛 然后呢 这一生 发愿求生净土 特别现在这个环境 真的很麻烦 你看过去我们 常听说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难道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还有种种的灾难 天天的增长 天天的严重 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去了解 这个事实真相 那我们今天念佛 只是跟阿弥陀佛这一个缘 但是关键 首先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愿望 那首先我们念佛 最关键的是在哪里 有没有你知道 我们首先念佛最关键就是 简单来讲 我们念佛就是叫你放下 没有别的 比方说 你想要得生净土 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四豪的流念 我们没办法往生净土 这一般来讲 我们要过一些幸福 快乐 人生 你要从哪里开始 从放下呀 放下 一般来讲就叫你舍 舍得舍 那放下什么呢 首先必须要把你的喜气放下 无散的念头 无散的原因 无散的行为 造作 或者克服 对于内心的欲望 克服对于内心的称慧 愚痴 傲慢 对于人的激度 批评 或者对外面的一些 自私 自利 明文 立养 或者克服一些 对外面的五一六成 种种的这些 不善的行为 你能够真正的去放下 那个才是真正念佛的人 如果今天你念佛 对于你的内心的欲望 对于你的称慧心 供高我慢 嫉妒 或者种种的 无散的念头 那你不是真正念佛的人 你能够放下 第一个出现的 就是你的清净心 清净心出现了 你的身体就健康 心健康 你的身体当然健康 你身体健康 你当然长寿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切为先造 依报随着正报转 所以一个人要求健康 很简单 先把心修清净 放下 该放下的 如果你没有从这边下手 你怎么念佛 你就是这样的 你不会进步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念佛 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那些不善的行为 你那些毛病 慢慢的把它克服 摆上过来 那个才是真正的念佛 要不然的话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接个缘 修点福报而已 你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而且这个毛病 会变成我们的障碍 将来往生西方净土 会变成我们最大的魔障 你看哪一些人往生西方净土发脾气的 没有的 都没有的 是轻轻 那个心清净 自自在在离开的 欢欢喜喜离开的 没有一个人往生西方净土 全世界起烦恼 忧虑恐惧害怕的 没有 心非常踏实 简单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最大的目标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要往生西方 但是最大的主要性的 首先必须要从你自己开始 从你的那些不善的 一些毛病种种 你把它改上过来 那个才是真正 我们才是念佛的人 这样我们首先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在这个世上 比任何人更健康 比任何人更幸福 比任何人更长寿 而这个长寿 不但不带来麻烦 你时间到了 随着自己的心愿 你想要留就留 你想要走就走 这个才是真正念佛的 这个才是真正念佛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